看到底什么叫做福利品 其实就是商品运送过程中有碰撞或小瑕疵 甚至是卖场展示机 但是因为不影响使用功能 就有家庭业者推出了福利品特买回 一车车大小家电不断送进福利品卖场 因为民众几乎用抢的 抢这么凶因为价格杀很大 像这台洗衣机搬运中有碰撞 边边角角小凹痕 让这台洗衣机立刻少五千块 可能就是外观刮伤或是什么 其实功能都还OK 最主要吸引你的是什么 价钱 省吃减用的妈妈们 计算机马上拿出来看划不划算 而这台55型的3D电视机 前阵子是卖场的展示机 现在推出来卖也便宜了一万三 在检查哪个部分 你看旁边有没有稍微碰撞到 看什么瞎吃之类的 现场抢很凶的还有电冰箱 福利品特卖会成为冰箱的机型 稍微比较旧 价格直接便宜将近一万块 我们这个福利品特卖 还是比照这个新品 一样做这个保证 福利品是同新货有保固 算外观有小瑕疵 但不影响功能 业者下沙价格拼业绩 民众乐得过年前抢便宜 不过还是得精挑戏血 才不会吃亏 这一群零售少奖 新闻市报道